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想一想 R是什麼 反正R就是什麼 消耗能量 把能量拿來變成熱的 C是什麼 除塵電能的 L是什麼 對 磁層磁能 現在呢 好 有代課本的941頁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把一個裝置 我們呢 時間 先T0 我T小0的時候 反正我就 先把這個放到這裡 這個開關就把它關到這裡 然後關很久以後就變成什麼樣 會怎樣 開關關到這裡 關很久以後 會怎樣 充電了對不對 把這上面充滿你的電 那我說 他說 他所充的電 Q 他就等C 實際上我就把這個 當成是B 沒有問題 沒問題齁 然後 當T等於0的時候呢 他已經充寶電了 我開始就要玩遊戲了 我把他 我把他開關 接到這邊來 就是T等於0的時候 開關接到這裡來囉 那你現在 他說沒有 先不要管 數學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 原來他不在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變能變磁能 磁能變電能 對不對 他現在他來了 他是一個 要消耗能量的 那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電能變磁能 磁能在變電能的時候 會不會跟他 會不會跟他 剛剛我們講 LC一樣 全部通通變回來了 不會了 這好像 有一個摩擦阻力在那裡 對不對 他 變成是 什麼 能量把它消耗掉了 所以 想像得到 就是說 電能變 電能的時候 完全沒有完全變磁能了 然後 再變回來的時候 又損耗了一些 那就好像是什麼 我們原來那個單板 本來是 動能在變胃能 那這邊的高度跟這邊是一樣的 對 這邊 全部通通 衛能 動能在變 衛能的時候 沒有摩擦阻力 現在不是了 現在是 衛能變動 他有摩擦阻力 他會不會擺那麼高 不會了 因為他摩擦阻力 把他什麼 能量消耗 再來 再擺回來 他會不會再擺 原來的高度 不會了 然後他就 OK 然後 如果摩擦力 非常大 非常大 原來是這裡面要擺過去 就擺這麼高 對不對 還是摩擦阻力很大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 那個轉軸的時候 他摩擺不過去 他也就想像摩擦阻力很大的時候 就是R很大很大的時候 R非常大的時候 他根本 沒有變成 遲满的機會 全部 要耗成 額量 就是 你們都 了解的 物理現象 OK 只不過 現在 現在 是 把它轉換成 什麼 電路 這樣了解嗎 後面的同學 不要睡覺了 你跑來這裡睡覺 太浪費了 到宿舍去睡 對 這邊又很吵 對不對 好 那 T等於0的時候 你現在想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想說 我現在 這個電流I 那 我整個回路 Cosher Hoff定理告訴我 整個回路 加起來 I R 再加上 L DI 再加上 這個Potential 是C分之Q 它Potal要 那 我又知道 電流I 其實就是 跟 單位時間這上面的 電荷的變化是有關係 所以 我就 有Q 有I 這兩個是 Dependent 不是Independent 所以我要把它放進來 那我這邊就變成R 底Q 底T 再加上 L 就變成D底T 那I 那I的部分呢 是D Q 底T 然後再加上 C分之Q 就等於 這個是 二次微分 有沒有問題 微分一次 微分一次 再微分一次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DT 這樣有沒有問題 二次微分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好 所以 你現在看得懂 我是 Q T 再加上R 你要解的是這個方程式 第一件事情 請不要被它嚇倒了 因為這個方程式是一言二次微分方程 OK 那這個微分方程的話 其實以後你們會常常碰到 因為這個微分方程 是非常典型的微分方程 那下面的部分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解就是什麼 等於什麼 然後我就不告訴你 原因 那接著我就 我還是解給你看 因為你以後 你對於這樣子的微分方程 你就是要用這樣的解法 第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一言二次的微分方程 什麼東西 什麼函數 一次方 微分 再加上二次方微分 再加上原來本身 它會 都是相同的形式 什麼函數 一次方 二次方 跟它本身的形式都一樣 嗯 欸 很好 exponential 不是三音 也不是cos 三音的話 它一微分 就變cos 就 方程式是不一樣 所以你一猜 你就是猜出來說 它的解可能是exponential的形式 既然你已經知道 它是exponential的形式的時候 那我就假設 假設什麼呢 假設我的解 Q呢 它隨著時間的變化 就是exponential 然後 它是對時間t微分 lambda t 我不知道它是 微分是什麼樣子 所以 任何這種函數進來都可以 微分一次 微分兩次 都是它同樣的形式 這是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會這個 你下面就沒有問題了 這是你第一個事情 你要知道 你要猜得出來 它的解的形式 好 那你既然已經假設這個了 那你就要去證明說 它到底是不是它的解 然後lambda是什麼東西 ok 所以 一分兩次 只多了什麼 lambda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一 lambda t 微分一次 r lambda 一 lambda t 再加上 c分之q 一 lambda t 等於0 所以你把它 1的 lambda t提到外面來 就變成 llambda 平方 加rlambda 加上c分之1 等於0 第一種情況是 它等於0 或者是它等於0 或者是它等於0 那你已經知道 它等於0的情況就是q等於0 那什麼c都不用唱了 所以 只可能它等於0 ok 所以 對這個解 你很知道的就是lambda l平方 0 lambda 平方 加rlambda 加c分之1 等於0 你要解出 合理的lambda 出來 那lambda 值是等於多少 它就是1m2 次方程式 lambda 等於2a分之 負b 加減 更號 b平方 b平方 減 4ac b平方 減 4ac b平方 減 4ac 直接把它除一下好了 好 lambda 有兩個節 那我們把 平常把這兩個節 一個叫做lambda1 因為它有一個 跟lambda2 兩個節 那這兩個節呢 換句話講 exponential的lambda1 t 跟exponential的lambda2 t 都是合理的節 lambda我們已經解出來 它有兩種情況 都是符合的啊 ok 那這兩個 我們說 1lambda tlambda 已經有兩種情況 是符合的 它也是它的節 它也是它的節 所以 你知道它全部的節是什麼 那我說 既然你們兩個都是它的節 在線性代數裡面 就是我把它的節呢 兩個都符合 我就把它做linear combination a1加上a2 ok 全部通通把它放進來 都是符合我的 那這邊有沒有問題 那這裡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請舉手 沒問題的請舉手 怎麼還有一半沒舉手呢 那另外一半在幹什麼 你懂了嗎 我再問你 你在瞪我 還可以理解 還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不理解的 麥克 懂了沒 你告訴我為什麼要這樣行 為什麼要A1加A 為什麼要A1加A 加油一點 Lambda1跟Lambda2都是符合他的解 所以 A1的Lambda1 T跟Exponential的Lambda2T都是他的解 所以這兩個都是他的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把它做Ninear Combination 這A1跟A2都是常數 所以加起來也是他的解 OK 好 那我已經知道他的解的形式是這樣子的啊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分析 第一個 第一個情況的話呢 我們看一下 我說其實他的解啊 不同的地方是在這個位置 所呈現出來的 所以 所以第一種情況是4L平方 R平方 R平方 -Lc分之1 如果大於0的時候 那大於0的話呢 那很簡單啊 這一項大於0 那就沒問題了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的 這個大於0就是R平方 要大於 C分之4L 那換句話說 QT啊 A1 的Exponential Lambda1 跟A2的Exponential Lambda2 其實都有這一項 我把這一項提到外面來 就變成Exponential-2Lrt 然後 A1 A1 的Exponential 更號 4L平方 R平方 -Lc分之1 再加上 A2 Exponential 負的 更號 4L平方 R平方 -Lc分之1 A1 都是常數 A1 B A2 都是常數 A2 A2 那如何你決定這個常數呢 我就是去決定 在Initial 在Initial的時候 T等於0的時候 這有一個T 那它的Q值是多少 去把它決定起來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項 因為R 大於C分之4L 這個R非常的大 所以 我們會發現 我把它畫在這裡好 我們會發現 它的這個整個 Q值 隨著時間的變化 當時間T 很大的時候 這一項已經把它全部Decade掉 即使這個很 這兩個項 給它的 不管 多大乘上一個0的 它還是0 對不對 所以當時間T很大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Q啊 已經 變小 那T等於0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知道 T等於0的時候 它是等於CV 所以 你會看到的就是 T等於0的時候 就等於 A1加A2 它的值 要等於CV OK 換句話說 我們從最大值 然後慢慢 damping下來 OK 我們把這個情況叫做 overdamping 好 第二種情況 4L平方R平方-Lc分之1等 那這個部分 R的部分 你就很 了解 R平方 是等於C分之4L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一項是等於0 所以我的QT 其實就是等於A1-2L分之RT 當T等於C分之4L 當T等於C分之4L 它是等於C分之4L 它是等於C分之4L E-2NRT 第三种 第三种呢 是他 小于0 小于0的话 这个就是I 西数了 对不对 負值 那你们知道 根号-1等于多少 I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出来 换句话说 我的QTR 就可以把它写成 1-2L分之RT 然后 A1 1 的 根号 4Lc分之1-4L平方R平方 再加上A2 1-I 更号 Lc分之1-4L平方R平方 MBI 实际上 1-I 这边有一个T 夜 fast 我说1-I 再加上 1的负 i omega t 这omega是这一项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把它整合成 cos的 omega t 加上一个相位角 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项 把它整合 那就变成是 我把它整合 a1负2l分子 rt 然后cos l11分子一 减4l平方 r平方 开根号 t ok 那基本上面 这个fi角是 决定于我initial condition的部分 就是起始条件的部分 所以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 如果只有这一项而已 它是一个定值 我把它整个omega 所以 它基本上面 它是在这边震荡 ok 但是 现在 你会发现 随着时间 它是什么 它是在decade 换句话说 最大值 本来如果cos 的时候 它是最大值是正1到负1 ok 最大值是正1 最小值是负1 现在这个项呢 是把它的值 做exponential decay 换句话说 你会看到原来cos 这个函数啊 已经被exponential decay 最高值都要变exponential decay 那它就是怎么 所以真正你看到的 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qt 这个embulo 这个外边就是我们的1-2L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underdempting ok 鉴于这个跟这个之间的就是它 所以 它的情况就是quitical density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在讲 从未能 变动能 在变未能的时候 没有回到最大值 就像我们300一样 这样了解吗 它就是最大到 原来是应该板回来 结果现在是这样子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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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原来的 变能 变磁能的时候 变能变磁能的时候 磁能是等于多少 磁能就是这一项啊 ok 这边看不太出啦 二分 零 I平方 ok 那I变小 所以磁能变小 部分的能量全部被它变成热散掉 所以当下一步 电流反方向的时候 这边变负值 这边变正值的时候 并没有回复到 它原来的 total的值 的charge 只回来 一部分而已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 underdamping的情况 那有一部分的话 你会看到你的电器用品 或者是电脑啊 或者是你们的收音机啊 等等 你会发现说 你把它关掉 泡把它关掉以后 然后那个 LED的灯啊 常常是什么 慢慢慢慢的熄灭 不是你关掉它就啪 熄灭 而是它慢慢的熄灭 就是属于 overdamping过 quit or damping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你决定你是哪一种bamping的时候 就是电阻的大小 决定你是哪一种状况底下 电阻越大的时候 那你全部很快 咻一下子 能量就被全部消耗光了 当电阻值大到跟C分之4L差不多的值 根号C分之4L的时候 那刚好就是quit or damping的情况 所以这个就是RLC电路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常常会把它 期望有一些是underdamping的case 我们想要用它 有时候我们是希望它是overdamping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是希望是这个 这个quit or damping的时候 那就看我们所使用的场合跟使用的状况而定 这就是整个RLC陷入的情况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这整个RLC陷入是 因为跟着你古典力学 古典物理的部分会跟着你非常的久 因为这个方程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程式 OK 第一件事情 这个假设 你要知道怎么来 为什么要有这个假设 第二个 为什么要你拎拎combination 那就没有问题了 当你这两点